有關本縣東石箱招慶養猴子 緊抓著小狗不放這個案子 經本所連日判員捕抓未果 昨日下午即傳出小狗已經死亡 並高掛在樹上 按今東石清潔隊員協助 將小狗屍體送往本所 經解剖發現小狗乃因為長期未進食而死亡 近日發現本縣東石箱由台灣猕猴抱狗的事件 那今日也得知小狗已經死亡 台灣猕猴在嘉義縣的分布範圍主要是在山區 台灣猕猴有非常複雜的飲食習慣及社交生活 這是認為飼養無法去完整呈現的飼養環境 因此在這邊要呼籲民眾不要隨意去捕捉野生動物 即飼養野生動物 這樣的行為有可能違反到野生動物保育法 並採除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的罰還 那另外針對目前還在東石箱的台灣猕猴 如果民眾有發現台灣猕猴的蹤跡 可以立即通報嘉義縣政府虛產保育科 我們將派專員進行捕捉 570秒 570秒 670秒 570秒 570秒 670秒 680秒